Hello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 今天这集想跟大家聊聊德国目前防疫的做法 还有关于儿童防疫、儿童施打疫苗的话题 在进入正式影片之前 先为我们频道的儿童游学计划最大的赞助厂商 德国Emma Sleep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Emma的总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 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 确保每张床垫都能经得起至少十年的使用寿命 没有任何方法比睡个好觉更能消除疲劳了 冲突的睡眠更是成长中的小孩子 涨高最重要的条件 如果大家有购买或是替换床垫的需求 愿意考虑Emma床垫的话 我们在影片下方有她的购买连结 并且帮台湾家庭在德国的观众 争取到全品项88折的优惠码 不限购买的金额和项目 也可以搭配Emma官网的折扣活动一起使用哦 目前德国很多联邦州都不需要戴口罩了 所以在很多地方口罩都在大特价 每一个联邦州开放的情形不太一样 我们在汉堡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开放 就算是一些已经不需要戴口罩的地方 还是能够看到蛮多德国人在进出商店 还有超市购物的时候会戴着口罩 毕竟德国人的个性还是比较严谨跟保守一点 我们的几个邻国像是丹麦法国瑞士 在宣布不用戴口罩之后 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戴口罩了 这一点和德国人的个性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不久之前去瑞士滑雪的时候 发现瑞士已经回到疫情前了 不需要看疫苗护照 也不需要快筛 不需要戴口罩 我们在瑞士的时候也入境随俗 马上就把口罩拿下来了 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 当时瑞士的每日新增感染都还有两三万人 我们去了瑞士一个礼拜没有戴口罩 回来还可以平安无事 真的只能说是非常幸运 每次都打喷嚏 但每次都还蛮认真的对弄 这几个月德国的儿童感染情形也非常的严重 幼儿园一直都有提供给我们免费的快筛 一个礼拜要测三次 弟弟每次测都会一直打喷嚏 不过弟弟现在已经不需要戳鼻子了 因为我们现在拿到的快筛是像棒棒糖那样子 弟弟只要舔一舔就知道测试的结果了 姐姐在学校也几乎是每天都要快筛 她在芭蕾学校那边因为最近又开始秘籍的彩排和表演 所以他们每天都要PCR检测 姐姐应该算是快筛做的最秘籍次数又最多的 我们家姐弟一做快筛都已经做得非常熟练了 他们都已经可以自己来了 德国小孩从幼儿女开始 同学之间就常常会 就是约去别人家玩 我们弟弟人缘也超好的 每个礼拜都有好几个小朋友要跟他 虽然弟弟下午两点就放学了 但是他下午经常都很忙 如果他去别人家 我们都还要接接送送 如果有小朋友要来我们家 我也要帮他们准备一些小点心 所以我也不太能够让弟弟每天都跟同学约 所以我跟弟弟讲好每个礼拜 就只有一次的非阿布雷等 就是他去别人家或者是一个小朋友来我们家 实在没想到弟弟那么受欢迎 一个礼拜之内有很多个妈妈都要来抢着约 常常都已经约到好几个礼拜以后了 最近因为台湾确准人数的暴增 每天都会有观众在频道里面问我有关儿童疫苗的事情 所以我特别插播做了这一集统一回答一下大家 首先声明一下我并非医疗专业背景 只是帮大家整理一下德国官方医疗研究机构公告的讯息 给大家参考 资料来源都是RKI Rolbetko Institute 还有旗下的Stickle德国常盛疫苗接种委员会 所提供的资料 我把原文的链接放在说明栏 有兴趣看原文的人可以自己去查找 本频道从来没有建议观众要不要打疫苗 或是要打哪一种疫苗 所以应该怎么做还是要大家自行的判断哦 这两天有观众再度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家姐弟都没有打疫苗 这样子我不担心吗 最初我们家姐姐只是单纯不想打而已 后来她看到她的好朋友们 打了疫苗之后的副作用还蛮严重的 她请假不能去上学 她就更不想打 接下来她的好朋友打完疫苗又都感染了 就让她又更不想打了 其实德国对于儿童打疫苗本来就没有强制 而且Stickle甚至是反对 以疫苗作为社会参与的条件 意思就是说不可以规定 小孩没有打疫苗就不可以去上学 或是不可以参加什么活动 Stickle向来是不建议12岁以下健康的儿童打疫苗的 Stickle主席自己的小孩也没有打 不过Stickle建议5到11岁有寄有病史的小孩子打疫苗 姐姐你还记得你的魔术方块吗 记得啊 那你要表演一下吗 好 Stickle会这样建议是因为在德国自从疫情以来 这个年龄组的健康儿童并没有因为染疫而死亡的案例 重症案例也是极为少见 大部分都是轻症或是无症状感染 至于哪些疫苗是被批准用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呢 依照欧盟的规定 莫德纳和辉瑞都是可以施打于儿童和青少年的 但是德国的Stickle常设疫苗接种委员会 只建议30岁以下的人打辉瑞 此外 Stickle不建议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施打莫德纳 因为在这个年龄组 施打莫德纳发生心肌炎的几率 总体来讲 高于接种辉瑞疫苗发生心肌炎的几率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德国各年龄组的疫苗覆盖率有多少 右边是德国16个联邦州 依照字母字首的顺序排列 全德国5到11岁接种疫苗的比例是19.1% 然而到了60岁以上的接种比例是88.8% 和弟弟年纪相仿的他的朋友几乎都没有打疫苗 常常来我们家玩的那几个小男孩之中 只有一个没有感染过 其他都是感染过 但是很快就已经恢复了 姐姐的朋友当中 打疫苗的人还是比较多 可是他们也都感染了 只有我们家姐姐还没有感染过 也还没有打过疫苗 我们周边的朋友不管是打过两针或是三针的大人 感染一次或是感染两次的都大有人在 所以说打了疫苗并不能保证不会感染 这个他们都很喜欢吃 因为很松软 Stickle也表示 虽然儿童感染之后大多是轻症或是无症状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儿童感染 因为感染之后可能会有后遗症 这些后遗症可能在感染数周或是数个月之后会出现 疲倦 记忆力注意力的障碍 心血管问题 睡眠问题或是抑郁情绪之类的 前几天也看到一则新闻 就是在欧洲其他国家 不是在德国 好像是在英国还是西班牙 有儿童感染新冠引发急性肝炎的例子 好像有六七十个案例 然后这六七十个案例呢 都是在十岁以下的小孩 这里面有六个小朋友很严重 听说还要进行肝移植的手术 德国疫情以来的最高峰出现在今年的三月底 单日超过三十万人感染 在我开始做这支影片的四月二十号 也有单日十八万人的感染 前几天我们在德国的晚间新闻上 还看到德国的新上任卫生部长 警告大家 在今年入秋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杀手级的病毒变种 它是来自Delta和Omicron的混种 唉令人不禁感慨 这样反反复复的疫情 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啊 俄乌开战之后 德国也陆续涌入了非常多的乌克兰难民 还有其他外国人 Stickle建议只要不是施打欧盟批准过的疫苗 来到德国都应该要重新施打欧盟批准过的疫苗 因为快筛已经是我们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在商店网络上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一盒单寄的是1.17欧元 如果是20寄一盒的是大概30块欧元 目前快筛站还是免费的 不过到了今年的6月1号开始 快筛就要必须自费咯 我可以感觉到台湾的家长目前对于儿童如何防疫这件事情 非常的着急 我自己的妈妈也很着急的叫我要带着两个小孩去打疫苗 然而我认为疫苗不是万灵丹 也不是先丹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德国有一位12岁的男孩子打完疫苗两天之后过世的新闻 后续也有报道说 那名男孩子他本身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疾病 并不能完全怪罪于疫苗 然而大家也必须要知道打疫苗也是有风险的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一些参考 本频道的角色旨在于资讯的整理与搬运 并不提供任何的医疗建议哦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吃好睡好多运动就可以增强免疫力 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 记得帮我点一个赞再走咯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